有一种病是男性朋友的专属困扰 那就是前列腺的问题 很多人刚过中年 就经常性的尿贫尿疾 有的人还会有尿不进 尿分叉 脚变浑浊 晚上一烫烫的起来上厕所 一检查发现前列腺增生肥大 要说也不算什么大病 但是非常影响生活质量 吃点药总感觉效果也不好 前列腺增生究竟该怎么调理 那前列腺增生在中医属于龙臂的范畴 一般认为前列腺增生的病基为本居标识 体内正气亏虚 无力去血外出 导致湿热淤血等有形食血 停留在前列腺这个地方 相互纠缠 形成有形的增生性包块 所以调理前列腺增生的关键 就在于补虚 补足正气去血外出 那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肾气亏虚了 肾主二变 肾虚命门火衰 气化功能失常 膀胱里的水沉疾 就会出现尿频 那这种人呢 多还伴有腰气酸软 手脚冰凉 怕冷 多还伴有欲望减退功能低下的情况 这就需要温补肾阳了 可以参考一个贵妇地患玩 如果你出了小便的异常 还经常性的感觉肋骨下胀满疼痛 心情一语 头晕眼花 还总感觉眼睛干涩 看不清东西 总是闷闷不乐 没事呢 就唉声叹气的 这多是肝血不足 输血功能出现了异常 排泄的动力不足 就会有尿不进 尿有余力等情况 这时候就需要补足干须了 可以参考一个龟巢地患玩 最后是脾胃虚寒 脾的主要作用之一呢 是蕴化水液 如果脾阳不足 水液蕴化不及 寒食停留在体内 就会形成有形食血 阻碍排尿通胀 这种人多还伴有食欲不振 腹胀满 手脚凉 有的人会在吃了凉东西以后 小便不顺畅加重 那就像这种人呢 就可以参考一个 父子李中丸 那补足了虚之后呢 就有力量来去血外出了 如果有形食血 顽固难以去除的 可以根据情况结合活血 或者是化瘀的药物来调理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用药呢 一定要对症才效果好 中程药 也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如果你不确定自己的情况 需要让专业的医生来帮你辩证